放学回家 画一张铅笔画 然后开开心心做作业 首先用一点透视的方法 先把楼梯和墙壁的角度找好 然后画出楼梯每一阶的大致轮廓 注意一定要沿着角度线画下来 楼梯每一阶的宽度和高度 也要遵循近大远小的规律 画完用橡皮擦掉角度线 用斜线和横线排列画出每一阶楼梯的高度 越往远处的阶梯画的时候 力量越轻 反之越往近处的阶梯画的时候 力量越重 在画的时候调整楼梯的轮廓线和深度 阶梯局部可以加一些重色 标识出阶梯的缝隙 接下来用轻松的线条 覆盖楼梯的左边一小部分 用来标识出被墙壁遮挡的阴影部分 注意阴影部分也是沿着阶梯透视方向延伸的 用水平方向的线条画出远处的地面 地面的高低起伏 用轻重不一的线条区别出来 远处的山在画的时候 用力量最轻的线条去表示 用不规则圆圈和断续的线条 画出树的轮廓 第二遍加深树的暗部 注意空域出一些间隔 不要把树全图满 墙壁上方画一根横向的木头 向光的地方线条少和轻 背光的地方线条加重 用铅笔墨和纸巾 配合把背光的墙壁磨暗一些 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